中共中央政治局新任七名常委 二十三号中午正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亮相 其中习近平一如预期 第三度被任命为中共总书记 他除了朝无限期执政更迈进一步外 同时也大力清除异己 提拔自己人进入领导阶层核心 这次上榜的其余六名常委分别是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以及李希 这六人都被外界视为是习派人马 而原本呼声很高的副总理胡春华 属于胡锦涛的团派 则是被踢除在名单外 这回习家军大获全胜 胡锦涛和江泽民的人马 则是全面出局 我们从习近平把这个胡锦涛架出去 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 习近平几乎已经到了 没有任何制约为所欲为的地步 而且感觉团派是被团灭 李强同志 第一个被点名的新任常委李强 是上海市委书记 虽然在上海封城期间 引起了相当大的民怨 但是由于符合习近平绝对忠诚的标准 试图由黑翻红 接下来还渴望直升国务院总理的大卫 更加贯彻习近平的意志 另外蔡奇 丁薛祥和李希 也都是常言和习近平共事的亲信 习近平打破邓小平以来的宪政惯例 蝉联第三任总书记 而且连任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另外明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继续保住国家主席的头衔 也如囊中之物 党政军大权一把抓 习黄一人专制的独裁局面 已然确立 在我们请视节分析之前 先来关心今天疫情的最新发展 刚才指挥中心有公布的 这是今天最新的数据 本土新增两万六千多例确诊 这已经是好几天以来 我们都跌破四万了 今天死亡的个案是新增六十二例 提醒大家疫情的部分 还是要特别小心 继续要请这个视节来帮我们看的是 因为其实这个画面真的是全世界都哗然 怎么会众目睽睽之下 把前国家主席这样给他嫁出去 而且其实外媒还发现 就是有人去分析说 有可能胡锦涛的儿子 他的儿子叫做胡海峰 可能也是全程目睹 这是多么残忍的一幕 那现在在中国的微博 胡锦涛胡海峰两个名字 现在都变成禁语了 现在都搜不到了 世杰 大概两天前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真的是触目惊心 那个时候在我想不管在社群媒体上 在推特上 在脸书上 周遭的朋友 大家全部都在讨论 因为这个画面真的太诡异了 诡异到简直是 觉得感觉是好莱坞的电影 刚刚这个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其实中国的这种 全会一般都是照剧本走 那所谓的照剧本走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他每一幕的安排 怎么上怎么下 大概都已经安排好 而且说老实话 台上的每一个人 应该都已经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这个剧本 但是我觉得当天可能有两套剧本 但是胡锦涛拿的那套剧本 只有他的剧本跟别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才会那么惊恐 对不对 刚刚我们看这个CNN的报导 他就有说 这个全场的人都静默 呆呆的看着 每个都想说 不是本来就这样子 怎么只有你不知道 所以他是有两套剧本在现场走了 刚刚看我们那个新闻 这个他们记得用了两个英文单 说一个是sympathy 一个是apathy 就说在中国你要升官 你有同情 有sympathy是没有用的 你必须要冷漠 各位 你必须要apathy 你才有可能升官 你才有可能保命 这就是我们那一天看这个节目 看这个新闻最大的一个感想 没有人敢伸出援手 而且刚刚已经说了 微博全面封锁 胡锦涛 胡乃峰的名字全部封锁 但是习近平是刻意让这个新闻在国际媒体烧 他没有要去回避这件事情 他是要这个事情 让全世界看到我习近平 我就是这么狠 我就是有办法在这种场子底下 把胡锦涛公开拿下 所以他尽管不想要让中国国内 除非你翻墙的这些14亿的人看到 但是他要让国际上看到 我就是这么狠 我现在就定于一尊了 就是听我的就对了 就是要听我的 因为我是全世界最大的强人 现在普丁在忙着乌俄战争 打也打不好 但是除了普丁之外 我习近平就是现在全世界 最强的政治强人 这个就是习近平 要透过这个新闻画面 跟全世界所散播出来的讯息 而且我刚刚才知道说 这个胡海峰 有可能是亲眼目睹 这个是狠狠的 因为你知道吗 当一个儿子看到爸爸在台上 被这样公开临时 那个是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讯息 他就告诉你 你只要不忠诚 你只要不听我的 纵使是你爸爸 我会让你的父亲 在全世界去难堪 你的下场以后 他在糟告天下 糟告全中国的异议分子 糟告全中国的人民 就是说只要你对我不忠诚 你的下场就会跟胡锦涛一样 我觉得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会不会跟毛泽东当年一样 这个我在念台大政治系的时候 我的老师是吴玉山老师 他讲那个词 他说在毛化 在毛泽东 在毛化 今天习近平的所作所为 其实不就是在毛化吗 可能比毛泽东当年的所作所为 更加这个过之而无不及 什么是在毛化 第一你要集权 第二你集权之位 你还要再扩权 扩权之位你要怎样 打破规律 以前做两任 我现在要做三任 可能做到第四任 所以我的在毛化 是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习近平 现在有我自己的做法 那这个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 我坦白讲 我觉得说 刚刚我们一直在讲 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会误判 我觉得并不是不可能 中共之前的这个中央政治局 它毕竟是个集体决策 那集体决策里面 有不同的派系 可是刚刚也讲到了嘛 从此之后派系制衡已经不存在了 以前还有所谓的派系制衡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可能还会有不同意见 对对对 胡锦涛的 有江泽民的 稍微先问一下 打还是不打 现在没有了 现在就是我一个人说了算 所以在习近平的时代 已经没有派系制衡了 以后就是只有习近平 那所以说台湾的国安团队 更必须要上井发条 因为这个任何的蛛丝马迹的讯息 都必须要用最高的 维安标准来解读 没有错 台湾问题会不会未来更棘手 这也要请教主席的 因为我们看到 习近平把胡锦涛架离之后 他后来公布的新任常委 清一色全部都是自己人 那当然他第一个 他排在第一顺位 接下来就是李强 赵乐际 王沪宁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另外这些李克强 汪洋 韩正 栗战书 这通通都被踢除了 通通现在都不在习近平的决策小圈圈里面 所以接下来大家会很担心 以后就只有他一个人说了算 以前还会分什么团派 什么江泽民派系的人 现在没有了 全部都只有他 所以未来台湾的问题 习近平怎么做决定呢 大家会很担心 主席 这个我没什么担心刚才那个刘士杰公 这个好像脱稿演出 这不是这就是剧本里面的一个啊 这本来他就想好的 怎么人会有那么大的场面的 他座位的旁边去演这一处 他也知道外媒都在拍 对啊 故意的反视权利 有两套剧本啊 我连这个我就处理了啦 你想几下大家都处理了 这黑道的手法啦 黑道的那个要担担怎么担担 同样我把那个穿担担担担 我就担担了 共产党本身就是帮派系的 你知道吗 那我在讲 大家不要讲得很紧张 说哇 这恐怖 我现在习近平看得到 我跟你说 用中国的小议来说 这是兵書里面说的 我在猜两三年内习近平可能 要倒就是要走路 不然是政变 是怎么刚才来说 中国有一句老话 它叫做用师则王 就是说你旁边用的人 如果都一个一个都比你厉害 或者至少比你有经验 比你老 这叫老师啦 用老师 你旁边都是老师 你就很容易变成成王 被奉担就对了 第二句 用有则罢 你用的人几乎跟你平背 担担跟你差不多 有各方面的长处 你可能至少是个王 霸主 你不能做统大的 就割据一方没问题 第三句最好玩 用途则败 习近平本人已经很蠢了 他的学历几乎是假的 你看他的主流就知道 几乎是空的 结果你旁边用的 这几个除了王富妮 我有听过 其他我都没听过 以前在中央 有王富妮有听过 其他都没有听过 你好像露宾 买来的垃圾 买来在旁边 变成中常委 政治局的七个常委 变成这样 这种获射 很多都三级跳了 这种获射 他要主持 未来要 他的目的是要跟美国抢霸权 要打台湾 要押制日本 要占领南海 这些都是冲突性很高的 这怎么可能由习近平这个蠢蛋来完成呢 不可能 所以 其实台湾人看到他这个補救 要开心 这个就是他已经到了用途责败的阶段 但是这个确实又有风险 因为越笨的人 他越容易出一些你没有算到的那个烂招 所以 我感觉 这个不要害怕这个 我们都把焦点放在他集权 独裁 是 但你如果集权都在那旁边都是一些很厉害的人 那我们才会害怕 问题不是啊 问题是 用旁边的高典高孙 这个其实不值得害怕 第三个我要讲说 这整个他的二十大 不要说二十大 他其实这个等于是一个皇帝即位的登基仪式 对 向登基了 这个我同意 但是 我们全是包括中国人 十四亿中国人 包括台湾两千三百万 台湾还有一些共匪的走狗 以为这个是多了不起 你看看 前不久发生那个曼策斯特英国啊 人家去外面给你执位 你在外面捏一笔来中 不是看保护红 讲到挨握话 现在英国人要怎么在哪里 那个领事馆外面是英国的领土呢 你把人家抓到里面去毒打一顿 这个大家难道不记得吗 當時我在 我去唸小學的時候 還唸到什麼孫中山 去倫敦什麼 倫敦蒙難記 有沒有 去那個大清帝國 去外面蓋布袋 蓋布袋 大家不要聽說 我在路上走 那孫中山在路上走 結果後面有人把他蓋布袋 就獨打一頓 送到那個大使館裡面 後來他叫那個給飯吃的那個 送了一張叫康德里那個老師 有沒有 這故事他聽過 欸 這多久前的事情你知道嗎 一百二十六年前 現在公府那 什麼什麼 新共國那一間清朝的時代 完全連那個國際上的慣例 國際的文明都不知道 這個國家你能夠多厲害 第二個 習近平怎麼在做到四眼 現在大家都有 第四人也做下去了 後面都要 古娃竟是怎麼接班 這些人 他變成皇帝以後 這就走回一百 現在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嘛 清朝皇帝 宣統皇帝 被我們推翻一百一十 現在就回到皇帝去了啊 這樣的國家 老實說 台灣人 屁貪 屁貪 怎麼就不行了 還有一些在幫他講話的 笑死人 好 來 美美姐 我們稍後來補充 我還是請教一下國民黨市委這邊怎麼看 因為像剛才 其實主席有分析 這個習近平換了這批人上來之後 不只主席啦 我們看到中研院的院士吳玉山 他推測說看內辦事 習近平看起來沒有指定接班人的意思 這樣是表示什麼 意思就是說 他有可能連任五年之後 還想再連任 可能想要做到九十歲啦 來 市委怎麼看 這一點 確實有可能 因為過去他們的總書記一任就是五年 那二零一二年習近平上任了之後 他現在做了第二任 是 他現在已經要連 現在準備要第三任了 那他幾歲 他今年六十九歲 你如果說做兩年 剛好七十九歲 那就好像是一個胡錦濤 他現在的一個歲數 那根據外媒這一個發行社 他整理的四個重點 從這一個畫面 他整理的四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胡錦濤他本身有歲數 他還有帕金森事證 那是不是身體不適 那第二個 他在外面 大家在猜測的就是說 習近平他做了第二任 他現在要步入第三任 未來或許還有第四任 所以說他必須要把過去江澤民時代 甚至於胡錦濤時代 這一些所有的派系全部都消除 他變成要培養自己的 那由這一個名單看來 也確實是如此 如果說他還要再做一任或兩任的話 那你看到他現在的這些 接班的一個梯隊 大部分都是六十多歲 那是看起來是有年輕化的趨勢 包括我們國防部長邱國正也是這樣講 那如果未來他要貫徹 他在對岸的一個獨覽大權 那他的一個接班佈局 他這些用人他以年輕化 那至少還有五年到十年 所以說這一個或許是他容不下 這一個江派跟胡派 那另外一個就是剛剛大家都在講 這一個是大會 不管是一套劇本兩套劇本三套劇本 事實上我們都會認為 如果說以對岸中共 他本身的一個極權專政的一個獨裁國家 他要開這麼大的一個會 那他一定有事前的會前會 那我相信各方會前會 那有誰反對呢 沒有人反對 但是或許也有可能 習近平有看到 大家在猜測 講說胡錦濤 他是不是看到了這個名單 他是不是有一些不滿 可能沒有關係 因為他坐在旁邊 所以說叫他的一個 這一個秘書或者是水戶 然後來把他嫁禮 那第四個就是講說 不透明的這個政治 大陸是常態 所以說如果說以這樣來講 你說習近平獨攬大權 他做第三任當然獨攬大權 那你說對岸中國的一個 這個共產主義 他們本身就是極權專制的一個獨裁 但是我們看到人家這樣子的一個佈局 那我們呢 我們跟他是敵對的國家 我們不求戰 我們也不聚戰 但是我們也沒有準備好 甚至於我們看到他這樣人事出來之後 那從這一個胡錦濤的一個事件 那我們最重要的是要看他的人事佈局 未來我們台灣要怎麼樣做因應之道 因為他有可能未來做第三任做第四任 那還有十年的時候而已 那你要怎麼樣做因應 好 習家軍現在全面掌權 尤其其實我們還特別注意到 習近平這一次特別打破慣例拔鎖的這一位 是這個解放軍東部戰區的前司令員 一口氣升到了什麼 升到了中央軍委副主席 這到底暗示了什麼樣的意思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美美姐繼續幫我們補充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